这些关系,卡尔扎伊的父亲曾位列高官,卡尔扎伊因此获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,他在印度完成大学学业,在美国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,这样的经历让他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,并因此在国际舞台上游刃有余。 阿普杜拉今年49岁,母亲是塔吉克人,父亲是普什图族人,他天资聪颖,18岁就大学毕业,成为一名年轻的眼科医生。 1979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,卡尔扎伊和阿普杜拉被迫中断学业和工作,投入到抗击前苏联的游击队中。 从战绩上看,阿普杜拉似乎比卡尔扎伊更胜一筹,因为他曾经像马苏德一样被民众视为反苏英雄。 苏联撤军后,卡尔扎伊和阿普杜拉曾在同一政府中做过同事,也曾成为反塔利班的战友。 2001年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,卡尔扎伊担任临时政府,过渡政府和第一任政府总统。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,卡尔扎伊很可能只是一个美国扶持的傀儡,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。 然而几年来,卡尔扎伊利用政治手段巩固了自己的权力,也获得了很多民众的支持。 阿普杜拉曾经在卡尔扎伊组织的政府中任外交部长,在2006年被卡尔扎伊解职。 此后,阿普杜拉多次公开抨击卡尔扎伊政府腐败无能,导致阿富汗局势混乱。 因为母亲是阿富汗第二大部族塔吉克族人,阿普杜拉在这次大选中获得了塔吉克族人的大多数选票,成为卡尔扎伊连任的最大竞争对手。 没有状态。 8月20号的总统大选中,卡尔扎伊和阿普杜拉都表现得信心满满。 之后,初步的统计结果显示,卡尔扎伊得票率过半,按此结果可以直接连任总统。 然而从那以后,关于大选舞弊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止过。 卡尔扎伊表示,大选中可能有轻微的舞弊现象出现,但这是不可避免的,也不会对投票结果有太大影响。 而阿普杜拉则表示,他有证据证明,这次选举被卡尔扎伊大规模操纵,存在严重的舞弊行为。 阿普杜拉的支持者也表示,一旦阿普杜拉落选,他们将发动武装叛乱,以此来抗议卡尔扎伊的舞弊行为。 好,接下来我们连线本台的特约评论员马晓玲先生。 马先生你好。 你好。 现在从各方面的迹象来看,虽然他们的官方没有给出最后的说法,但也许大选存在舞弊是真的。 那么这些所谓的这种舞弊的现象究竟在哪些方面,您帮我们分析一下,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? 好的,现在从各方面汇集的迹象看,这次阿富汗的大选应该说作弊现象是触目进行相当严重。 那么产生这个现象的深层的原因是,阿富汗这个国家的民主选举先天不足。 那么就目前掌握的情况看,大选产生的舞弊主要是几个方面的问题,就是伪造脱改选票。